主料,中筋面粉500克,辅料,白糖100克,水130克,鸡蛋2个,泡打粉5克,油300克,准备时间,移到2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浇水,鸡蛋,白糖,10克植物油,面粉,泡打粉,依次倒入面包机桶里,揉成光滑的面团,搓成小剂子,那个剂子上均匀抹上植物油, 盖上保鲜模型一个小时,搓成长条,两头抄相反的方向拧,捏住两头,提起,很自然的扭成麻花,再次往相反的方向拧,再次扭一次,然后将头如图塞进去,将所有的剂子都做成麻花圆坯,锅里倒入油烧的四成热,放入麻花圆坯榨至金黄,颜色稍微深一点时出锅,凉凉后就很脆了,烹饪剂强, 一,面,要多揉一会,尽量揉得很光滑,没有面包机就直接用手揉,可采取摔打的方式,会更快揉光滑,二,剂子上抹油的方式,在手心里抹上油后,拿住剂子双手一戳,就很均匀的抹上油了,三,麻花要小火慢炸,快出锅的时候大火控一下油,快速捞出,捞的时候尽量甩干油分, 不然又很快就被麻花吸收了,四,感觉用不粘锅炸比较好,虽然炸的时候倒入的油多,但实际消耗油并不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 要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。